地球上最伟大的宝物之一 便忠告诞生 煤是化石燃料 是由古代矿藏丰富的树木 埋在地下经过几百万年形成的 现在我们要到地下深处 把它带回来 用我们所需的能源 煤一直被用来燃烧生热 再利用这热力去产生蒸汽 并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在十八世纪末 第一个烧煤的蒸汽引擎出现了 突然间田里的马儿被机器取代 工厂变成了机械化 而这些工厂利用蒸汽火车 提供他们所需的原料 今天 发电厂利用烧煤产生蒸汽来推动涡轮机 提供了我们所需的电力 但是在电力被发明之前 我们所有的照明设备 都是从烧煤气与精油而来的 由于精油的使用 导致精油的数量严重地减少 不过 另一种能源的发现 却拯救了他们 那就是石油 石油是在1859年第一次 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下抽出来的 就像精油一样 这是海洋带来的另一个礼物 石油是在几百万年以前 由掉入海床的浮游生物残骸形成 它现在由巨大的钻油台 从海床中钻取出来 然后用陆地上的钻塔 从地底的沉淀物中吸取出来 20世纪初 第一个内燃机引擎出现了 开始了石油的真正使用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摆脱了蒸汽的领域 进入了汽车的时代 不过石油与人类之间 并不一直是容易相处的伙伴 人类摆脱了石油与人类之间 几场大规模的战争 都是为了石油的战友群而引起的 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而人类在石油运输上所犯的错误 更让地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石油这地球的宝藏 它推动了20世纪的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